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两好先生嘉林 我们海边人常说 大海退潮水落石出 是改海的好时机 改海抓到几只海螺 我们海边人做海螺的方法 和大家分享一下 海螺生长将外壳打碎 可以找一个布包裹着 将海螺肉取出 加盐搓洗干净表面的粘液 将螺肉切薄片 这里可要考验大功哦 将海螺片放入冰块中 这样做出了海螺片会更脆口 头菜要手撕 我觉得比刀切的要好吃一点 小葱切断 喜欢吃辣 可以准备一点小米椒 热锅燃油 待油温升高后 加入葱段和蒜片 炒香后 加入螺片 大火爆炒十秒钟 一定不要炒太久 这样肉会变得很老 重新起锅 加入蒜片和葱段 下入头菜 大火爆炒 炒至断生 加入蚝油炒匀 放入螺片 大火翻炒 炒大约十秒钟 加入盐 糖 调味 即可出锅 一道好吃不腻 解馋不长肉的螺片炒头菜 就这样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社里 帮助 冷ала 进 danach 凑 diferen 帮助 感到